天气渐凉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 从10月5号起正式开打 新竹县今年共采购了14万多剂 供应公费施打对象 开打首日新竹县长杨文科 也亲临竹北市卫生所 除了亲自接种疫苗 也呼吁符合施打资格的民众 要尽速接种保护自己 那我们卫生局已经公布了 有78个地方可以打 那打的时候你必须要带 身份证跟健保卡双证件来打 那医生会评估你的健康状况 如果可以的话他就马上来打 我想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学生 还有这个婴儿 以及我们的这个65岁以上 这个对健康有余力的 这些都是要优先来施打 我们希望这个乡亲们 一定要勇要的来打 来打这个疫苗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会起了一种抗体 那对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新冠肺炎也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防疫工作不容松懈 呼吁民众在前往各特约场所接种疫苗时 也要维持戴口罩勤洗手的好习惯 那因为现在也是新冠肺炎流行的期间 我们在施打的过程还是要做好防疫 包括要量体温 要勤洗手 要戴口罩 那这个施打以后 也多了一个可以跟新冠肺炎的症状做一个区隔 所以说对这个防疫也有一个帮忙 最重要是你施打以后 在两周后会有保护力 在秋冬的时候也刚好是流感最流行的时候 你有这保护力除了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 公费疫苗以风险较高的族群为主要接种对象 不符合公费对象的民众 也可以自费到新竹县内的56家 提供自费服务的医疗院所施打 建议民众要事先电话询问以及预约 以免白跑一趟 凯破新竹简书期采访报导